哈喽大家好,我是本亚大叔阿菲斯 今天的一游看世界想给大家介绍三毛笔下的七颗钻石 也是三毛和和西爱情的故乡 西班牙的加拿利群岛 如果你读过三毛的逍遥七岛以后 你一定可以从三毛的文字里 对这片自然镜头的魅力 加拿利群岛是西班牙一辈子最近的地方 我们有七个小岛祖神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沙漠、河山、云体 似乎这里受到上帝特别的圣估 能不能得一见的美景都放在了这里 而且这里长年很温四季五春 简直是独家的不二选择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几个最有特色的宝宝 先说一下特利利菲等 我们的七个岛里最大的 这里算是夏天 就是独家的首选第一 这些非常适合带着孩子 和居家家 世界第三大火山 西班牙和大西洋河 有最高峰 泰德红比较在这里 而且这个火山依旧 还是火火山 最近的一次喷发是一七九八年 这里明年都吸引着数以百万级的游客 先来谈你 除了自然景观 这里还可以出海图看境狱 看海豚 很多的水上乐园 动物园 造型各异的春雨 所以非常适合带着孩子去一探旧景 大加拉底群岛是三毛和河西 村里深厚的地方 村里最靠近三毛心中的最爱 撒哈拉沙姆 虽然现在到雨北部 上夜话气息是比较浓重 但是你一旦朝着岛屿南边进发的话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惊喜 一战而见 延绵不绝的低矮小屋 和有着绿洲之城的 马斯 帕洛马斯沙丘 足以让你拍出 看比网红罩的大片 来可以泡在海边的天然泳池里看日落 刚刚说了 三毛和河西的架 就在这个岛上 中国是一处于尼士区的小镇 它的名片 温柔的夜 和哭泣的骆驼 就在这里完成 这里是它最幸福的地方 也是它爱情故事的终结之地 最后说一下最具特色的 兰萨罗特岛 文明的火山遗址公园 就在这里 三毛曾这样描述最多题 人们说 加拉利宾岛是汉和火山爱情的结晶 到了兰萨罗特岛 才知道这句话的真意 这儿的一切都是深色的 三百个火山口 遍布宣导 临近庄严 越久 有风轻性的刮过灵魂 山幅高 一个电阵一步 它是超现实画配中的梦境 没有人为的装饰 它的本身 正向人们呈现了 一个荒凉诗意的梦影 这是十分文学的梦 渺茫 孤寂 无私在人间 看过三毛的描述 大叔觉得自己在说 就是发生天图了 除了这种类似月球的地毛 特别还有世界上最危险的参谱 可以是到火山口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有欧洲首个水下雕塑 我与海平宴以下 14公尺的大西洋 不过如果想自行参观 得有怕的潜水症 好了 大叔今天的经典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自然 如果你喜欢三毛 如果你曾经被三毛 和和系的爱情故事 所感动过 你就一定不能错过 这篇晨奇的寻导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大叔 为大叔点赞 你们的支持是大叔持续干净的动物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